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率先调整好心态的是身为监狱专家的伦尼斯 他首先脱下了自己的鞋子 开始试探临近的几个立方体中是否藏有机关 其他几个人跟随着伦尼斯走了几个房间后 发现每个房间都有一串数字 很快伦尼斯用扔鞋子的法子找到了几个没有机关的房间 此时众人仿佛看到了希望都活跃了起来 哪想到伦尼斯突然被房间里的机关杀死 几个人很是绝望 这个时候景思昆岩站了出来 他开始鼓励大家并决心带领大家出去 数学系的学生立文 这时通过先前的数字 发现了有机关的房间都是质数 而没有机关的房间都是非质数 这个发现又给了人们新的希望 但是从一个房间到另外一个房间后 还是找不到出口 众人都有些沮丧 众人走着走着突然从他们头顶的房间掉下了一个人 名叫卡赞 是一个孤独症患者 医生霍洛维出于自己职业的操守 坚持要求带上卡赞 昆岩觉得卡赞是个脱油瓶 但耐不住医生的要求 最后也没说什么 随后他们继续前行 到了一个非质数的房间 结果里面竟然有机关 而且还弄伤了昆岩 昆岩很是恼怒 他觉得是卡赞拖累了他们 并且还称建筑师沃斯是个奸细 沃斯一听也怒了 大声说他们走不出这个空间 原来这个空间的外壳是沃斯设计的 但是里面的构造他并不知道 只知道这里面很庞大 这时利文又开始分析数字 可能是他们所在房间的坐标 如果这样计算的话 这里应该有26乘以26个房间 而他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距离最外面还有7个房间 几个人一听就兴奋了 赶紧收拾一下准备出发 距离出口的最后一个房间 是声控机关 由于卡赞总是发出声音 医生提议找其他的出口 但是这个出口近在眼前 昆岩不想放弃这样的机会 于是想要丢下卡赞 最后决定由沃斯安抚着卡赞 别让他发出声音 好在有惊无险地通过了房间 最后他们打开外壳 只看见外面一片漆黑 几个人脱下衣服做成个绳子 准备下去看看有没有出口 医生下去后 没找到出口想要回去 却没想到被昆岩甩了下去 希望再次破灭 几个人决定休整一下 再继续出发 就在众人睡着后 昆岩带走了利文 称只有他们俩能活下去 说着想趁机占利文的便宜 好在沃斯及时赶到打了昆岩 这时利文突然听到了什么 仔细辨别后才知道 原来这个空间是不断移动的 那个数字不仅仅是坐标 也是移动的路线 之前他们经过的 有着编号27的房间 才是真正的出口 但同时利文也意识到 有机关的房间并不是非质数 而是用质数的密表示的 而这个计算量太过庞大 它很难计算出来 没想到这时卡赞突然发生 解决了这个问题 众人大感吃惊 根据卡赞的计算 几个人一路寻找带有27的房间 在过程中 沃斯设计将昆岩给摔死了 随后剩下的几人找到了出口 但是沃斯表示自己并不想出去 利文想要劝他 没想到昆岩突然出现杀死的利文 沃斯看到拉住了想要逃出去的昆岩 随着房间的移动 昆岩也终于死在了这空间之中 最后只有卡赞一个人走出了这里 这部电影的隐喻性很强 里面的立方体不仅仅是一个建筑 更是揭露了人的本性 而里面的几个人 也是各自代表了一个职业 讽刺意味十足 是很值得观看的影片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